大家好,又到了和小月女神一起做谦聊的时间了 今天晚上我们会聊一聊人际关系高手在一见钟情之前都做了些什么 其实这个话题呢,是对之前的有一期叫在微信里面怎么聊天的一个后续,一个升级版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习惯于说先是微信聊天,然后聊得好的话进入一个线下的环节 包括之前的一期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讲你去怎么去加到人的微信,然后怎么开始话题 但是这个话题呢,其实可以有一个更深入的解读 今天我们也不说其他的了,先直接进入正题吧 就是先请小月分享一下她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就是说在加到微信之后具体聊天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点 以及有哪些可以促进关系的一些技巧 大家好,非常高兴又一次来到了这个GEN的平台 跟大家讲一讲这一次在一见钟情之前应该做什么 这主要的一个试用场合呢,是在你和某个人加了微信之后建立了这样的一对一的连接的可能性 然后但是呢,你们又还没有开始见面 那么在这段时间你可以做些什么能够更好的提高你筛选到对的对象的这样的概率 以及能够和他形成更好的见面的时候的一个互动 首先第一个我们就是要知道啊,其实所谓让人一见钟情啊 这个并不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因为你永远不可能让所有的人喜欢到你 所以其实你在整个微信的聊天的互动的过程当中 你最后的目标就是要能够筛选出那些值得让你去见面的人 然后呢,这些值得让你见面的人 他们会有更高的可能性对你产生一见钟情 所以整个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的最大的一个点啊 就是在于你如何更好地去筛选这样子的一个对象 就讲到筛选嘛,那我们肯定要手上有人,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要跑量 就是一定要跑量 因为最终所有成功它都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手上的这个基本的数值不够大的话 你就不可能得到最后你可能会就是成功的那个概率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重跑量这个概念 跑量的概念就是说,你要加到足够多的人 你要引起足够多的人的兴趣,然后来加你 并且这个跑量啊,我想让大家就是说不要一味地去做一些无用功 就是首先第一个,你最终这些来跑量的人 他有一个特点,我觉得大家要遵守一下 就是你要从主动加你的男人里面去选 而不要过分地去执着于那些你很有兴趣 但是其实他对你感觉不是特别大的人 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啊 就是我觉得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还是主要针对于这个中国市场来讲的嘛 对不对,其实你针对于西方市场你也可以这样去讲 就说那女性她的年龄,她永远是一个必须要考量的一个因素 而我们今天来听这个谦谅的人 然后加入这个小米圈的人肯定都是希望能找到一份感情最后能够实现婚姻的对不对 如果这是你的最终的诉求的话 那我希望大家在开始的时候就不要过分地去执着于说我一定只对某一个男人有兴趣 然后这个男人我一定要把他拿下 那这个时候你的执念产生了之后呢 我不能说你不会成功,但他很多的时候呢 你最后会浪费很多很多年的时光 在一个也许他根本不适合你的人身上 这个就是我希望大家注意的 所以呢,女人的女性这个角度上来讲 你所谓的能够去跟男人去发展某一段关系的话 你所谓的主动,你的主动只能建立在说你去吸引他 就是你吸引他,你更大的可能性展示自己美好的一面 然后吸引到你的这个目标的客户群 然后让他来加你 这个时候呢,这一帮在加你的男人当中才有概率 会发生那些真正他会特别重于你的 和你能够开展有意义的这种两性关系的人 我强调这一点啊,就是说 因为你不要瞎跑量 因为跑量不是说你见到谁,你有兴趣了 然后你就去嫁人家 这种跑量其实很多时候他未必见得能够带来这个胜利果实 你的跑量是在于说是在更大的这个范围圈里面 在更多的场合里面建立自己的吸引力 吸引到那些主动会来加你的人 这就需要你当然要各方面的去提升自己了 还有就是增大你的曝光量了 我们上期也讲过在社群的暴露了 就这就是我想讲的这一点 就是跑量,大家要注意的这一点 就是建立你的吸引力 然后呢,就是在主动加你的男人里面去选择 这样的跑量才是有意义的一个跑量 所以呢,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跑量之后呢 我们就要想说就是初步的一个筛选的战略 就是战略了 那这些男生已经加了你的,对不对 然后下面呢,我们就要用排除法去排除掉一些不是特别好的男性 当然我前提要讲一下 我说的这个好和不好 是一个就是 我认为的是符合我们这个通俗价值的好与不好啊 因为我们要建立的是一段有意义的 最终是要引导到一段有意义的婚姻关系的 对不对 所以呢,你要是非常执着于我下面要说的这些 我觉得不好的男人呢 你也不要来喷尽我啊 但这只是我认为说 一个有价值结婚的男人 他最好不要具备这些特质 就是需要排除掉的 首先一个就是我还是那句话 大家都知道我在这个下面圈也讲过 我本人就不太喜欢的一个类型的男人 而且我觉得跟这种类型的男人建立关系 一般体验也不会好的 就是奉亲 我希望大家第一个要排除掉的就是奉亲男 为什么奉亲男就是他很有力气 而且我真的很少很少见到 就是说一个非常有力气的这个奉亲的男人 他会就是最后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这种 真的比较少 为什么因为你在世俗的生活当中跟人打交道的话 你必然要和不同的人去建立连接 如果你真的很奉亲的那种感觉 而且表现的特别明显的话 通常这种人是不太会讨人喜欢的 当然你也可以说也许有人非常非常有才华 或者怎么样 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这种概率呢 相对来讲还是会比较低一点 而且关键啊 就是你在这个跟奉亲男打交道的过程当中 你的两性体验也不是会特别好 因为你你会永远在一种特别 特别就是这种力气很重的环境里面 其实对女生也是蛮损颜值的 讲句实话 还有一种男的 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排除一下 就是说一些比较自恋的男性 有一些非常自恋的男性呢 就是他他非常非常知道自己 比如说很帅很帅这一点 或者觉得自己特别特别有才华那一点 大家的表现形式就是他讲话的时候呢 会过分的就是这种咪咪咪咪咪 你都是我 这种男的呢 就是说真的很有问题 因为他绝对是在一个两性关系里面 不太会去顾及对方感受的这种男人 而这种男人呢 给你带来的那种两性体验一定是不太好的 很多时候他还需要你去捧着他的 我不是说在跟男人谈恋爱的时候 不需要去捧着男人啊 但是如果一个男人过度的关注点 都是在自己身上的话 那其实这个不是一个互动有效的关系 那最后他给你带来的这个 而且他可能付出感也不是特别的大 他可能天经地义还觉得女生要给他付出呢 就是因为他帅啊 就是因为他有才华或怎么样 那这种男的最好大家还是要屏蔽掉 那么什么样的男的呢 有可能反而是宝藏男孩呢 就说我说的宝藏男孩啊 我觉得他不一定是说给你带来非常完美的聊天体验的那种 等一下我们会讲这种男孩可能还有可能是不太好的 但是宝藏男孩是哪一种呢 就是说他有一个特质 就是说他是非常真诚的 这个真诚其实现在就是说 就有的时候我觉得相对比较直男的那种男生 反而有可能是宝藏男孩 首先第一个他一定是真诚的 他真诚的表现形式呢 就是你基本上是有问有答的 他给你回答的那个时间也是相对来讲比较短的 就是说他是很尊重和你在微信上互动的这一点的 但是呢 我要大家记得的就是有一些直男 他可能不太会跟女生的这个情绪共鸣度在一个频道上 有的时候他虽然有问有答 但是是他自己的那个回答的方式 可能不是说是按照你的回答的方式 比如说有一些直男啊 他在回答这个就是觉得你就是说你好看不好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甚至可能词汇量都是比较匮乏的 他可能觉得就是好看就是好看 他也形容不出一个是非所以然来 然后呢 他觉得就是嗯 你知道就这种词汇量的匮乏 有的时候反而显示出他是非常真诚的 你知道吗 但是有的时候我知道女孩子呢 他会享受一种情绪价值 就是那个男孩子特别会夸 然后能特别夸到某一个点上去 但是你知道有一些直男 他真的除了好看漂亮身材好亮 就这种他讲不出具体的更多的细节性的东西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不好的 这种男生呢 反而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可能将来是可以慢慢调教的 就是有有调教空间的男人啊 一个直男一个真诚的直男 反而有的时候是很好的一个混沛对象 还有一些就是钢铁直男呢 他会有另外一个标志 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主动的去 就是发起某一个话题 因为他也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可以聊的 有的时候他可能他会认真的回答你的问题 而且可能有的时候还会过度认真 对 但是呢 他可能没有办法主动的去发出一个什么话题 因为他也不知道 可能因为他微信聊天的这个 尤其在年轻的男孩子身上更加有可能 就是他微信聊天的那个能力并没有那么的强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你需要去引导他 比如说你去引导他多分享他生活当中的某一个部分 然后大家就可以基于各自的生活 去发表更了解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需要你去做一个调教的准备 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女性过度主动的体现 我觉得这是一个女性在调教直男的一个体现 而这种时候如果这个直男他调教好了的话 他就是更好的为你量身定做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区分一下 就是有的时候过分直男和情商低 这两个也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情商低是他可能根本完全不关注于你的感受 但是过分直男呢 很可能是他没有意识到你某一个情绪点 这个大家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区分 然后在聊天的时候 不要就是一杆子就是打死一帮人 觉得啊这就是这个男的他情商低或怎么样 有的时候他可能真的是没有意识到你的情绪点 如果你把你的某一个情绪点已经说出来了 你说某件事情让你高兴和不高兴了 然后他会随着你的情绪有一个回应 那就这样这样的男生其实也是挺好的 他只是可能一开始没有意识到 因为有一些直男 他是不会太了解女生到底在想什么的 他也不知道你得给他一个引导 你得把那个感受表达出来 然后他只要认真诚恳的回应你了 那其实这就是蛮好的男人 就我觉得还有一种类型的男生呢 大家要考虑一下 就是可能就是需要稍微做一下筛选 当然除非你特别好这一口啊 就是说有一些男人他会过分的高冷 就是他在讲话的时候呢 就是经常就是回应非常的冷漠 也许是他对你没有什么兴趣 也许是他本身性格就是这样的人 但是不论如何你在跟这样的男生互动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情绪的运营成本是非常高的 而这种情绪的运营成本非常高的男生呢 他其实是不能够滋养你的 如果这种不太能滋养你的关系呢 最后其实你也会越来越走得越累的 从长期来讲呢也是不太好的一个对象 但是我知道呢有一部分高冷的男人呢 他是非常讨人喜欢的 因为他可能很多方面都非常的优秀 这个就取决于你自己到底想要一样什么样的关系 你也可以试着尝试一下 但是过分高冷的男生 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激发其他的热情的话 有的时候选择放弃也不视为是一个计策 还有一类的这个男生啊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排除一下 就是说他比较的油腻 就这种油腻的男生 他的表现形式就在于说 他可能在刚认识你的时候 他就会对你的身材啊 长相啊 就是做很多的夸耀 而那种夸耀是带着一种很明显的 就是他嘴上就在占你便宜的那种 那这种男生就不太好了 他可能只是想睡你了 然后呢 他可能就是说 或者他就是喜欢口花花 那这种男生呢 就是我跟你讲 他现在就这么油腻 他以后老了会更加的油腻 这种油腻的男人呢 大家还是要做一个排除法的 我觉得就是你 而且他以后可能对别的女生 也都会油腻 而且这种人一般情况下 也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 所以油腻的男人 你千万不要让他嘴上沾便宜 你要在一开始的时候 最好就把他割绝掉 我们上面再说了这么多 不同种类型的这种男生 什么该屏蔽掉 什么该考量一下 然后什么可能是宝藏男孩 有一类的男生 我们要特别的拎出来讲一讲 就是这一类男生 因为他给你的情绪体验 可能会特别特别特别的好 是我把它叫做 就是浪子类的男人 浪子类的男人 他绝对是会给女生带来 非常好的威性的情绪 这种体验的男人 因为他们是情场老手 比如说他垮你 他肯定是不会油腻的 他会带着甚至一定的艺术的感觉 他的情绪洞察力呢 是非常强的 他言语之间会让你觉得非常的与众不同 比如说他觉得他的话术一般都非常的了得 然后让你觉得是非凡的这个就是仙女 而且共情能力特别强 往往在你还没有爆发出某一个情绪的时候 他那个点就已经踩到 然后会先于你 然后对你的情绪发表一些非常感同身受的言論 但是这种男生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 他往往他个人的信息 他不会过多的透露给你 就是你你是如果实实在在的问自己的话 那可能这种人他是没有办法给你就是带来一种真诚感的 这个真诚感你如果自己不骗自己的话 其实每个女生都是可以体验到的 而且他可能也不太会把过分自己真实的一面和你去分享 而是你会觉得他的那个分享是带有一种挑选性质的 就说如果你叫他分享某一件事情 他反而可能会拒绝 但他会选择性的把他某些想分享的事情给你 就是你会发现在这段关系当中和整个聊天的过程当中 整个一个都是他在操控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这个时候他的确不油腻 而且还有艺术感 让你感觉心里非常的舒服 而这种类型往往就是浪子 这种浪子呢 他真的是能吃下不少类型的女人的 大家一定要小心 特别好 关于浪子 小语女生刚才分享的是 浪子会选择性的与你分享他自己的事情 这个真的是一个普遍的特征 就是当你发现一个男人在选择性的与你分享他自己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警惕 那我来补充一点 我觉得浪子他对两个人微信聊天的节奏把握也把握得非常的好 他们的节奏是不紧不慢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有旋律感的有韵律的 并不色情 然后时不时的会给你一些小小的心动的感觉 为了防止物伤啊 我们得承认有的绅士他也是能够做得很好的 节奏感把握的也是很好的 所以说怎么来区分一个男人 他是真的绅士 真的是懂女人 但是他是充满善意的 还是说他是一个浪子 我觉得里面有个区别 就是声势他会持之以恒的 他今天是这样对你 明天也是这样对你 你不会觉得他这个持续性是有问题的 但浪子不是 浪子是他会突然几天不跟你联系 几天后他又若无其事的热情 浪子给你的体验真的就像听一首曲子一样 有缓有急有停顿有高潮 他会真的可以说 你会奇怪他怎么就几天不理我 然后也没有说什么难听的话 或者突然的就是来谴责都没有 我就突然之前几天不理不理我了 可是几天之后他再出现的时候又会非常的热情 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的 就心理素质特别好 我这里说的几天也可以是十几天或者几十天 总之浪子的心理素质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好 就是能够若无其事 那你遇到这种情况你就要更警惕了 你看就不停的有这个信号提醒你 他在选择信的与你分享他自己 他会几天不联系 几天之后又突然很热情 那你心里的疑问就会越来越多 是吧 你这个时候你想验证一下 他究竟是什么原因 他究竟是不是个浪子呢 那我觉得我有一个方法可以交给你 那就是说 如果你想验证的话 你可以问他一个突破底线的问题 什么叫突破底线的问题呢 比如说你们两个人就是微信里面才聊了一个月是吧 还没有见过面 有种种原因没有见过面 只是微信聊天聊得很好 可是你越来越觉得这个人可能是个浪子 那你怎么去验证这一点呢 你就可以问他 你有没有想过 在巴黎岛举办咱们的婚礼 请注意这是一个非常突破底线的问题 因为你们连男女朋友都不是 你们连面都没见过 你居然在问一个 有没有想过在巴黎岛举办咱们的婚礼 就这样的一个八字到每一撇的关系下 你还能够问一个那么的确定性的问题 那么的就是说明你们老娘结婚的这个问题 其实这是非常突破底线的 女孩子你不要觉得你问了这个问题之后 对方如果假设是个真的 会对你产生不好的影响不会 因为你这个问题整体上还是属于一个小女生的幻想 因为你都可以解释成你小女生嘛 对吧 小女生小时候都幻想过我 或穿上白色的婚纱美美的在海边 她婚纱照在海边举行一个大party 然后我们的亲朋好友都来给我们祝福 这是一个少女梦 所以这个梦在你一个女孩子说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不过界的 但是你把它抛给一个男人 一个还没有跟你见过面的男人 其实这个问题是非常凶险的 这就是看她的功力了 那么一个浪子她会怎么回复呢 这个其实浪子呢 她的回复是分为两个部分的 第一个部分叫 表明自己是一个严肃的人 对 就是真正高姐浪子 她不会说我是个浪子的 她会说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我是个对感情很认真的人 我是个负责任的男人 浪子会把这些挂在嘴上的 所以第一步是她的表现 表现自己是一个严肃负责任好男人的时候 那她在刚刚看到你这句微信的时候 她会很吃惊 她会故作吃惊的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连男女朋友都不是 现在谈婚礼在哪里办太早了吧 这个问题回答她就没有问题 因为她可以用这个回复来表明 她是一个严肃的人 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她没有很轻跳的说 在巴黎道办婚礼 挺好的 对啊 那就油腻了 那就轻跳了 那肯定不行 浪子一定是要给你感觉非常负责任的 但是如果她仅仅是回复了 咱们谈这个问题太早 那就不是浪子了 那人家浪子的手段没有这么简单的 浪子一定是分两步的 第一部分表明自己是一个严肃的人 第二部分 她会过几个小时或者一两天 她又来回复你 她会在这个之后 结束你们的对话 然后再停顿个几个小时 十几个小时或几十个小时之后 她又会主动的来跟你说 我觉得巴黎岛很适合我们 你在海边穿婚纱一定会很好看 类似这样的话 她会主动的在过几个小时之后 回复你一句特别确定 特别甜 然后特别突破底线的这样的一个回答 为什么她要过几个小时或十几个小时 再来主动回复呢 因为有这个时间 空隙 她可以表明她是经过几个小时 十几个小时的思想斗争 经过漫长的思考之后 她认真的回复你 她已经在想象跟你一起 搬婚礼的样子 你穿着婚纱的样子了 像这样的浪子 她给你的体验 为什么说情绪价值的体验特别的好呢 因为她不仅仅是说 一味给你甜甜甜 她不是一个奶茶 而是她的层次是丰富的 她这个层次里面是既包含着说 我对你是认真的 这样的一个严肃 这样的一个让你觉得 这是一个稳定的 一个值得你交往的关系 同时她又会给你一种偶像剧般的甜 因为如果只是偶像剧般的甜 你一定会就甜腻 你会觉得不真实 所以她一定会搭配 她会 有的时候她会回避你 她回避你 但是她没有觉得在把你推开 她回避你的方式 会让你觉得 她回避的原因是因为她在仔细考虑 所以 这就是说 我说浪子 她会掌握这个节奏啊 这个节奏会让你觉得 又踏实又爽 另外还有一点 我觉得浪子还是会 时不时的在表明自己是容易受伤的 甚至是她会 大概是每一个礼拜左右 如果你们每天联系的话 她会在每七到十天左右 会表明她被你某句话给刺伤到 小小的刺伤到 因为她通过你的某一句话 她感觉到你对她可能不是那么的上心 或你对她可能不是那么的满意 就是她会时不时的去表明自己被你 不小心伤害到了 可是她不在乎 我觉得 娟儿刚刚说的这一段 真的是这个案例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啊 尤其是这种反将法 因为如果是我碰到的话 我开始意识到这个男人是浪子了 以我个人的这个一般处事的方法 就是直接就走人了 但是我觉得这种浪子就是要回制她 我跟你讲就是来一个底线突破法 然后这种底线突破法才能就是 但是这种底线突破法 你又发现这个浪子 她还能回过来再给你这样的一个 就一种剧情反转的情绪体验啊 其实听到这个案例的时候 我当时也是觉得我真的不得不佩服啊 就是有一些辽女功力特别高的男人啊 你还是要给她一点credit 她真的就是能给人带来这样的一个情绪体验 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女孩子会沉浸其中 然后不能自拔啊 但总的来讲给大家讲这一点 还是要让大家知道 就是当这种情绪体验太过完美的时候 当你真的好像觉得自己在一段靠谱 而又浪漫的关系当中的时候 大家还是要多长一个心 好了 那么我们讲完了这一段之后来讲一讲 就是有一些聊天话题 我们可以涉及到哪些方面 能够帮你更好的去了解这一位男性 帮你选择什么样的男性 是可以更好的去见面 并且在见面之前 你能做更充足的准备 成为让一见钟情的这种可能性 增加的这个方式啊 第一个就是说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呢 可以和他谈一些就是童年啊 谈偶像啊 你可以先说自己嘛 对不对 然后再问问他 因为你和一个人谈他的童年 谈偶像 包括谈他的兴趣爱好的时候 你可以更好的去了解他性格的形成 因为一个人的性格的形成 跟他的童年肯定是有很莫大的关系的 这里面他也会透露出一些他的原生家庭啊 也会透露出他的这个就是各种喜好啊等等 可以帮你更看到这个男人 他本质是什么样子的 谈自己的偶像呢 你可以看到他对自己的一个人生期待 人喜欢不同的偶像 喜欢Elon Musk的人 和喜欢时尚的人 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 这样的聊天呢 就能够帮你更好的去看到 他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个人生期待 因为你也想看一看 他是不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的男生 而且他是不是一个 相对来讲也是有上进心的这样的一个男生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尽可能去无伤大雅的 聊一聊童年的趣事啊 聊一聊自己的偶像啊 聊一聊自己的 就是说其实你倒不需要过分的去了解一个人的工作 而去了解这个人的整个一个性格养成 和他未来的期待 你应该去了解他在意的东西 他童年最珍视的那段回忆 他童年非常感兴趣的爱好 以及他为什么会爱上自己的偶像等等 这些你去能更好的判断一个人的人物性格 和他的未来走向 好过于你今天去了解他的工作 他做了什么这些 还有一点啊 就是说关于尽量不要太多涉及的东西 就是这一点呢 我跟娟儿有过一个细细的讨论 就是说我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 线上聊天的时候呢 可能对过去的情史不要过多的介入 但是呢 有一种就是说 但除非他自己主动的提 或者稍微侧面可以去问一下 他这个就是无声大雅的问一下 前女友的情况啊 就是用一种比较开玩笑的方式去问啊 对不对 去了解一下 也是蛮有必要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我跟娟儿在讨论的时候 就会发现啊 就有一类男生 他应该是比较优质的 这种高帅幅都骑的男生 可是呢 他有非常奇特的一个状况 就是他前女友的层次都会非常的低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 那么我们就分析了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 其实通常来讲讲句实话 这种类型的男生 他往往是非常吝啬于自己的付出的 比较鸡贼 我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都看到 而且我看到的例子还不是国产男啊 还是英国人啊 就是外国人也是这样的 所以男人都是一样的 大家不要对老外就多了一分就是踪跃啊 就是我见到有一个女生 真的是各方面条件都不太行 然后呢 他突然就交到了一个 真的是蛮优质的 就是说英国这边做律师的一个 一个男朋友 当时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讨论 就是说哎 这个真的很奇怪 是不是 他为什么会选择他 然后我们去了解了 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了解了 他们相处的过程之后啊 就会发现 这个男的极其的扣门 他非常非常的扣 他就是 他其实是 就是他们自己出去 就这个女孩子在外界啊 就一天到晚很喜欢说 自己的男朋友挣多少钱 然后多优秀什么的 讲起来也的确是个优秀的 一个男孩子 可是他们在交往的本质当中 我们就发现 可是这个男生好像你跟他在一起之后 你也没有得到什么 就是任何的宠爱的这种都没有的感觉 而且他其实就是当时悄悄的在跟他其他的一个 就是人在有抱怨过 就因为他有的时候会不开心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男的其实在花钱上面是非常吝啬的 而且其实他心里面就可能觉得这个女的就是不配吧 然后呢也知道他为什么要选一个更低端的女性呢 就是因为这种女的就 然后也不敢对他提出更高的要求 他有的时候 所以一个就是外在条件相对来讲比较优质的男生 但是女朋友的层次一直非常低的话 其实这个男的是有问题的 他通常情况下就是是一个鸡贼男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种案例我在英国都看到 然后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西方男人也要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警惕 就是说他们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他们有的时候甚至选择东方女性 就是东方女性会高看他们这些东西 我补充一下 关于一个男人的前女友质量 看上去好像比较低 就相对于这个男人的优质程度来说 好像很不匹配 那往往是因为这个男人本身是另于付出的 刚才小月说 可能这个男的就觉得这女生不配 那其实我想补充一点 这个男人他即使遇到了配的 他也习惯性的不付出 只不过是说那些事实上条件上与他配的 在跟他短暂的前妻交往一阵子之后就会发现 他是一个不付出的人 然后就没有成为他的女朋友 所以说并不是说他找到一个跟他配的他就愿意付出了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他的前女友都是因为这个男人觉得那些前女友们都不配 我质量很好 我比他们都好 我配得上他 甚至说我的条件都是远远高于这个男人的条件的 所以如果我跟他在一块了他就会对我付出 你不用这样想 一个另于付出的男人他对前女友另于付出对你是不可能大方的 你千万不要觉得他对你就就就就就变了 然后就会对你付出 他心里知道你配得上 但他觉得你既然你跟他了 他就是可以对你不付出 他的逻辑就是你但凡做我的女人了 我对你不付出是没问题的 他不会觉得钱就不配所以我不给 然后你配我就给 不是 这不是一个逻辑 我再补充一个说两个人聊什么的这个心得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种方式 你主动的不设防的去聊一些在你身上发生的比较大的事情 有最近比较大的事情 主动的让他来 一亏你的生活 当然我说的这个不涉及隐私啊 但是可能是最近对你来说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 就比如说 比如说我今天假设就是我自己吧 我自己今天中午我去了一个非常好的私家菜馆 然后这个私家菜馆呢 是一个也是朋友引荐的 这个引荐的人很OK 然后引荐那个菜馆的主人那个来头也是不一般 那 我跟那个主人聊了聊之后 我们觉得将来还可能达成一些合作 那这就是今天对我来说一件可能就比较重要的事情 但这个重要的事情 我不会发朋友圈我也不会发微博 但假设我现在在跟一个男人进行微信的那种进行一个前期的交往 我就会可以跟他说这个事情 主动的让一个男人来进入你的生活 起码让他来参观你的生活 参观你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这是非常好的话题 嗯 我觉得每个人 你即使不是每天 但是你一两个礼拜之内总是会有发生一件 在你看来这是你生活里面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那你就可以主动跟这个男生说 嗯 我今天我去了什么地方 我见了什么人 然后这个人呢 是谁 是谁 嗯 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老师上我学到好多东西 对 这就是你这两天生活里一件重要的事情 你主动邀请他来参观了你生活里一个重要的事情 这个事情呢 他的优先级是什么 他没有到可以让你去公开发朋友圈的程度 但是他也没有到涉及你隐私的程度 就哪怕你将来就跟这个男生成不了 你被他知道了 你今天在跟哪几个人吃饭 哪几个人见面了 哪几个人学习了 这也对你的隐私没有影响 因为主动的让别人来参观自己的生活 其实是有一点释放信号 这个信号就是我愿意去相信你 我愿意把我这两天生活里发生的大事告诉你 这是一个释放的非常强的善意 非常强的我愿意相信你的这么一种对亲密关系的一种保证 我觉得这个方式是可以的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无论是说你在男女关系里面 甚至是你觉得你刚认识一个朋友 你觉得这个朋友值得交 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 我觉得Jory刚刚分享的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棒 因为他其实用在和你任何交的朋友当中 就算不是跟一个男性朋友建立关系 都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会发生很多的事情 其实是不会告诉别人的 但是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信号 在告诉对方你很信任他 而这种信任会带来一种更亲密的连接 会让对方也觉得 我好像是你的自己人当中的某一个 所以就要刚才分享的这一个方法是非常的实用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建立任何的人脉关系的时候都考虑使用 就是我们刚刚就是说讲到 就是说一眼能 讲到这个聊天的过程嘛 然后你如何通过聊天再去知道这个男生的喜好呢 我想讲一点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就是各自喜欢的明星啊 或者是电视剧的女主角或者怎么样 因为我发现那种一眼能够看透本质的男生 他们往往在审美和性格上的偏好 其实是非常的单一的 而且这种男生的好处就是说 如果你一旦是符合他要求的这种女性的话 你成功的可能性会非常的大 而且呢他的这个忠诚度也是非常有保障的 就是说我发现说 不是说他具体喜欢某一个女明星或怎么样 可能他喜欢某一个电视剧里面的某一个角色 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他可能喜欢的就是这个角色 比如说有的男生可能会非常喜欢取消消这个类型的 有的男生可能是就是会喜欢的是 欢乐送礼其他的这种人物啊 你就会发现如果你符合那个要求的话 他可能是会非常非常喜欢你的 而且往往越直男的就是越越本质 就是比较单纯的男生啊 他往往可能他的这些偏好是非常的单一 而这种单一其实对你是有好处的 你如果这个问题问浪子男的话 往往他的回答可能会是说女生各有各的好 就是你知道浪子男他真的有一个本事啊 就我不得不佩服 就是他真的能够欣赏女生各有各的好 他真的对每一种类型的男女性都是就是非常的就是欣赏的 他都真的能发现每个女生身上的好 这一点真的不容易 但这也从刻就是说侧面上反映出了 这个男生他可能也不会对某一种类型的女生 或者某一个女生过分的commit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所在了 其实啊就是讲这实话啊 你也不得不体验 也不得不去就是说去承认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就是能够发现不同女生身上的闪光点 这一点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品质啊 就我们从浪子男的这个人际交往上 可以学到的一个优点 就是说我们要有一双会发现的眼睛 然后发现就如果我们反过来看 发现不同的男人身上有不同的好 那其实对我们女生来说 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就是说择偶策略 因为这样会让我们做人不太有局限性 如果我对女生我就说过 你不要太局限你自己 不然这样你成功率会降低的 所以你看浪子男他就不局限于他自己 他能从不同的女人身上发现不同的好 所以他成功率就高 下面我们来讲一讲 就是说那就是要到这一切都是在微信前 就是建立出来的 那我们就要就是考虑见面了嘛 对不对 那通常情况下我觉得什么 多久你可以去跟这个男生去见面了呢 一般情况下就是我觉得大家这种微信的聊天 或怎么样最好不要超过一个月吧 反正没有什么天灾人活 最好不要超过三个月的这种 因为你最终线上的一切都是为了促成线下 对不对 因为没有线下 你就没有办法发展这种真正的物理空间 距离上很近的这种关系 那最后两性关系还是要到实际当中来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说时间太久 你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你觉得A他可能就是可以发展的对象了 基本上大体也没有出一个太大的错了 那就可以考虑去安排见面 因为见面互动的这个chemistry也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要就是说 就见面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但今天讲的是这个线上嘛 所以但是你要知道线上的目的就是为了见面 然后正是因为最后的目的就是这样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就是说不要把这个 就是线上的这个交流的这个战线拉的过长 但你要是天灾人祸 你像疫情什么这个也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天灾人祸的时候 那我们尽量不要把这个战线拉的过长 这是我想讲的有一点啊 还有那你就 现在我们就讲到说是跟谁见面了 对不对 我们前面讲了了解了这么多 那其实我觉得见面的这个人的挑选上 就是要不要为了省下我们的时间 不是说每个人都值得见面 因为大家工作也很忙啊 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对不对 那你线下的时间给谁呢 你一定要给那种你在聊天感觉当中 就是说非常真诚的人啊 就是说哪怕你可能觉得有一点点 不是可能他某一些性格的方面 或者怎么样 你觉得还没有到完全了解的程度啊 怎么之类的 但是只要他聊天的给你的感觉是真诚的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见面 就是说啊 这个真诚体现 就是说他基本上给你微信的聊天的回复 等待时间是比较短的 如果他有一段时间很长 没有回信你的这个微信的话 他也会给你有所交代和解释 然后呢他不会这种什么 他比较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有问有答的 然后也不像浪子男那种会过分的卖弄玄虚的 然后人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一会儿出现一会儿不出现的那种 就这种情况下 就这种给你感觉到这种真诚的 你在整个聊天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真诚 我再三强调是真诚 而不是让你情绪体验最好的那一个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我们刚已经讲过浪子的情绪体验是最好的 但这种情绪体验最好的那种人 他往往有的时候在现实当中 也会把你折磨的不行的那种 所以就说你反而要把这个时间给那些 让你觉得是真诚的男生 还有就是说有就是说 你最好去见那些 你认为最能符合对方条件的那个人 就之前大家我们已经在讨论了嘛 这个男生他的这个长相和性格嘛 对不对 就是说他可能有一个自己的审美的这个偏好啦 然后又对性格有自己的一个 一个不同的preference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我觉得你长相和性格满足了一个 你基本上就可以去见了 因为呢就是说 其实大多数男子也不可能都有的选了 对不对 很多男的他非常执着于长相的时候 他其实在性格上是可以牺牲掉一点的 有的男的他可能觉得那个性格的相处是更重要的 他长相上可能就觉得虽然这不是我的菜 但是我觉得我日常的相处是最重要的 就是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 其实我们也选男人的时候 也不能选到百分之百 都符合我们长相性格的 对不对 所以说男人在最后选我们女人的时候 那他也要考虑一个综合的 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你满足对方的条件的时候 在长相和性格上 有一个可以满足了 然后你觉得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是真诚的 那这种人就是非常值得去见面的 而且这个成功概率会是相对来讲非常高的 最后我想说你看我们的标题 提的就是说 就是居然真的是这个文字高手 我看到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的激动 就是一见钟情 之前人际高手都做了什么 但是其实我很想总结一句话 就是说 微信之后能促成的所有的一见钟情 那是筛选得到 筛选得当之后的良生定做 所以我的今天我们在所有讲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筛选 筛选出那个合适的人 那个你觉得合适的对象 和对方也会觉得你是合适对象的那个人 这种情况下 你去展露你自己的时候 你包括见他面的时候 你就会更好的能够促成这样的一见钟情 所以所谓的一见钟情 那是一个筛选的结果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我回答一下小萌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你已经见过一面了 平常有微信聊天 如何继续的了解男生的本质呢 那我觉得如果你已经见过一面的 这个情况应该来说 对你更有优势啊 对不对 你们见面的那个过程 你们见面的那个场合 比如说你们是什么研讨会见面的 或者什么工作的场合 或者私下交流的场合 那大家就可以 就是说更好的就这个场合本身 就可以延展出来一些讨论 对不对 还有在这个讨论的过程 我觉得任何的见面本身 它就有一个促成的契机了 那你可以从这个契机上 比如说大家可以讨论工作 或者讨论社交 然后继续的去了解这个男生 他的个个方方面面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有见面在讨论 有的时候反而会更好一点 比你平白无故的 在就是网上认识一个人 有的时候会提供更好的契机 非常感谢小萌女神 我平时也经常在微信里面 跟小萌女神聊天 但是我觉得跟他一起做节目的话 他的很多的提到的点 还是对我很有启发 比如说他说 好的直男他的审美是单一的 浪子呢 他的审美是多元的 我就脑子里立刻脑补出了 我认识的好的直男和浪子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可能很多的点 我以往我是知道的 但是我没有去留意 但一旦他这么一说 我就觉得确实这么一回事 以后观察男人的时候 可以多一个这样的角度 所以特别特别感谢小萌女神 下面是我的签聊会员的二维码 以及我本人个人微信的二维码 我知道很多会员已经加了 也加了我微信 但是还是要照理说一下的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直播间的话 你不妨加一下这个签聊会员 然后加了会员之后 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 是这样的 就是签聊会员的话 是一个包年制 从你家的这一天到明年的这一天 你这一年内 你可以无限唱听 直播间的所有课程 这个价位肯定是比你单买要核算的 另外的话 还是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 就加了签聊会员之后 你加我个人微信 是在你的截图 我就可以把你拉到签聊的会员群里面 群里面呢 你可以认识其他的小伙伴 这个也是大家一个互为资源吧 如果大家对于接下来签聊 你们想听什么话题 或者是说你有什么想法 因为直播的时候 虽然也可以互动 可是很多人是听回听的嘛 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跟我在个人微信里面说 就是我通常都会看 但是我不一定能够有非常详细的回复 因为我收到的微信实在太多了 但是如果你说的我觉得是非常OK 我一定会认真的回复你 但如果你说的是我觉得是还一般 但是我也会认真的去听的 会看到 所以说欢迎跟我在微信里面沟通 最后我还是要夸一下小月女神 因为我觉得真的每次跟小月女神做节目 都是对我本人的一个很大的启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启发 所以说我觉得小月我最初请她来分享的时候 是作为一个投行高管的太太 但我后来又发现她真的好宝藏 她懂的地方好多 所以说大家也想听小月说什么 也可以来跟我说 那今天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 就先晚安 但是这次我还是会认自己的 我真的还是会认自己的 好伙伴 你一定会有什么 不是 我其实我以前的 对我还认自己的 做个人 因为他有了 怎么还认自己的 在高峰 傍 我 我 担 我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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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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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